受到新冠肺炎疫情逐渐升温的趋势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在去年的12月 发布了秋冬专案 要求民众在进出八大类场所的时候 要强制的佩戴口罩 来减少群聚感染的风险 但是从政策实施以来 花林县卫生局就接获不少民众的投诉表示 有习惯佩戴口罩的民众还是不多 对此卫生局也再次的呼吁民众 务必要遵守防疫的规范 以免受罚 自从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在去年12月发布了秋冬专案之后 民众只要进出医疗机构 超市卖场等八大类场所 都会被要求强制佩戴口罩 而目前虽然在店家外头 也都做上了清楚标示 但还是会有不少民众忘记佩戴口罩 对此 花林县卫生局也表示 从政策实施以来就接获不少民众致电投诉 有习惯佩戴口罩的民众还是不多 卫生局也再次呼吁民众 务必遵守防疫规范 以免受罚 农历春节就快到了 许多人都会反向团聚围围 其中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的民众也不计其数 良好的防疫规范不只是尊重他人也保护自己 我想在这边真的呼吁我们所有的乡亲 现在因为疫情越来越严峻 而且秋冬时间本来就是各种病毒 尤其是新冠病毒流感病毒泛滥的时候 为了让我们能够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 真的在这边强烈的建议 我们所有的乡亲在人多聚集的地方 在会接触到不特定的人的地方 在没有办法保持适当的社交距离的地方 请拜托拜托一定要戴口罩 养成配戴口罩的好习惯 进出家门也不要忘了勤洗手 才能保持出入平安健康过好年 记者许立琴 欢恋事报导